检查完证件跟登基证之后 不是要走一条长长的路 空调啦 什么长长的路 空调啦 锁是锁 锁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跟 嘟导姐姐 你可以把那个位置放开来 给我坐吗 那个叫做锁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嘿嘿大家好 我是潜溪大叔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奶茶 奶茶现在不在我的身边 我们现在是用月阳连线 卫星连线的方式 等一下你现在几点 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几点 1点14分 1点14分 好我这边是 节课时间的晚上7点11分 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差三分钟啊 呃我我看的时候 你没有说你要对时 所以我看了一个不准的时钟 哈哈哈哈哈哈 好随便啦 反正就是我们两个 现在是有时差的状态 你确定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哦你没有是吗 对我跟你没有 我跟你没有时差哦 好了 来啦 要讲什么啦 快点啦 你很不耐烦耶 要好好的访问你耶 你想知道什么 你说 就这样子 一流烟的 拍拍屁股 就飞到了欧洲 开玩笑 这想多久的事情了 你真的预谋犯案非常久 脑谋深算 还有什么成语 因为你在 因为你在FB上面 po的po文啊 让全部的人都以为 你是要去英国 继续读书 然后把那个儿子女儿 老公都放在台湾 有这种打算 没错 哈哈哈哈 那请你记得带上弟弟 我也要去英国 好 转转 OK好哦 然后呢 现在大家很想知道 是什么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说 大家看到你 因为我们其实前面 已经直播两次了嘛 所以其实我们 是 大家的大灾问 第一个就是 你为什么要去接客 然后怎么去 你差不多可以开始回答 我现在开始回答了吗 不然 对呀 因为我跟你讲 现在奶茶听起来 很怪的原因 是因为呢 他第一次用远端录音 因为我平常都是用眼神 跟心电感 肉体上面的交流 什么鬼啦 就是其实以前 都是看得到人的 然后现在我就是要揣测 然后我现在面对 一片墙壁这样 而且要自己架设备 然后自己监听 监听是OK好声音 声音OK啊 可是我有点怕 就是外面的声音 会被录进去 我们现在就是要外面的声音 哦 那我应该把窗户打开 因为楼下在弹吉他 哈哈哈哈 回来啦 其实就是奶茶呢 因为就这样子 在某个越黑风高的越晚 这次是越黑风高了吧 讲都讲不清楚 是越黑风高 因为土航是晚上的 9点55分的飞机 是越黑风高 没有错 嗯 就是9点55分起飞 然后就飞往欧洲 然后在土耳其打卡之后 引起一大堆人的旋风 说 我没有在土耳其打卡啊 我只有发现洞而已啊 发现洞嘛 他说奶茶奶茶 你要去哪里 你要哪里 你要去哪里 哪个国家 那边好吗 sorry 我跟你说 那个第一篇贴文 是在飞机上 台湾段出发就贴了 真的吗 嗯哼 这机场 对啊 那个是台湾机场 就就已经贴好了 真的 因为我有你的后台的账号 我就看到后面一大堆人 飘飘飘飘飘飘 在问你 就炸开这样子 超 你不觉得有炸开吗 连我们前两天直播也是超级炸开 我觉得应该是说 其实大家都很想出门 嗯 然后但是因为很多很多的限制 然后加上疫情的一些担忧 嗯 所以很多人不敢出门 那所以我这一次呢 也特别选了 布拉格 就是捷克的部分 入门款 应该是说 第一个是 捷克是在疫情期间 嗯 跟台湾很友好的一个国家 你如果不说 人家还以为你去讨 那个要疫苗了 哈哈哈哈 你说我到的时候 刚好疫苗飞出来 这样就对了 对啊 我又不是郭台铭 我们疫苗也不是从那边去 然后第二个选择的原因是 因为捷克布拉格 他的在台湾人民的心目当中 嗯 是非常非常友善 然后大家也很喜欢这个国家 嗯 作为旅游国家的选择的时候 就很多人的度蜜月啊 都是选择奥地利跟捷克 这两个地方 哎 我看真的很多在直播的时候 但是说他有走过那个桥 然后蜜月就在那边拍照 拍婚纱 因为太漂亮了啊 这个这个城市太漂亮太漂亮了 真的可以好好的在那边发呆 然后换好久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其实因为我跟这个城市还蛮熟的 所以我其实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功课 等一下你哪个欧洲城市不熟的 对哦 都很熟 你都是欧洲王 你还跟我讲 应该这样讲啦 就是其实我在出发前 我有比较一下各地的疫情状况 有啦 我们也有私底下稍稍讨论一下 比如说什么疫苗的施打率啊 确诊案例数啊 这些安全 然后甚至是路径所需要整理跟检查 跟准备的资料 其实我们这一集就是要直接越洋连线 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个过程不是我们 是奶茶 我没有去 你不是很快也要来了吗 你不是也很快就要来了吗 咱们 咱们 不可以说是吗 哈哈 不要这样子 刚才开票而已 喂 你自己就放炮了 我后制可以码掉啊 开玩意 预知详情 请期待这样子 对 好啦 我们其实这一集就是用这个 这一集连线的方式 然后因为刚刚 奶茶有讲 说为什么选择杰克布拉克 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就是因为 他的一些限制 然后是比较适合 台湾的朋友 我们出国的时候 做现在疫情 违解封的状况的一个选择 你觉得有违吗 如果是以捷克来编的话 根本是全开 对就是 其实我跟你说 就是现在可以开始讲说 我整段航程 都非常shock的地方 包括来到了布拉格之后 还是很shock 我到现在此时此刻 还是觉得 我现在走下去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我觉得是 比较如果想一下 用中文去叙事它的话 应该比较像是冲突 认知上的冲突 也不是冲突 我觉得是 台湾的规定 非常的严格 然后其实我今天走在路上 也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捷克他们可以 开放户外 不用戴口罩 我觉得开放旅游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开放户外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可不可以吃东西 然后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他们疫苗打了过半啦 因为他们疫苗打了过半 所以其实台湾因为还没有覆盖率这么高 所以没有办法开放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 大家能打疫苗就赶快去打疫苗啦 这是真的 对所以你看喔 就是当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大家全部很惊讶的是 诶怎么都没有人戴口罩 口罩 我跟你讲 口罩就被问了几百遍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出门 都要戴着口罩 然后你几乎不会在台湾的街头 看到哪一个人不戴口罩 几乎很少 是 而且我们好像还有罚则 对不对 有啊有啊有啊 传染病防治法 因为其实我们的罚则是因为SARS之后 很多法律面没有很完整的部分 是SARS之后把它立定下来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 这种传染病的防治的法律来讲 我们是算领先 比如说像是日本的 他们没有办法法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什么都是什么 急事态宣言是没有强制力 但是因为我们有SARS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法律是那时候定下来 是有一些法律的强制力 我又开始科普了 对 但我觉得台湾人民的素质也是很好的 就是大家其实就有自己要求自己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用你旅程的过程当中 我们从出发前 然后到机场 然后上飞机 然后转机 路径 来跟大家说说 有故事吧 yeah 我终于可以不用主持了 让你慢慢讲 哈哈哈哈 哦好 那你要去喝茶了吗 是吗 哈哈哈哈 哎不用啦 我可以喝酒啦 喝酒 哈哈哈哈 哎哎哎自己下警语啊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会买18岁 请户饮酒 哦 好啦 那我们就从期待的到机场开始 没有 那还没到期待机场 就是出发前 ok好 因为你现在的限制比较多 尤其是每一个国家的规定都不一样 我们就单讲捷克就可以了 对 ok 2021年的6月底 欧盟就是发出了 呃台湾其实是可以列为绿色国家的 那所谓的绿色国家就是低风险国家 比台湾守得还不错 所以是低风险国家 那就开放可以就是 呃不用其他理由就可以入境这样子 嗯 其实他现在最新的规定是8月9号的规定 哇很新 好 捷克8月9号的规定是 呃如果你打完两剂疫苗 嗯 完成了14天之后 或者PCR阴性72小时之内 或者你有康复的证明 那你就可以入境解课了就这么简单 也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直接就就就就这样子而已 对 但是其实我做了哪些准备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第一个 呃我在打完两剂疫苗之后 我有呃小黄卡 就是一般我们打疫苗的黄卡 然后我去换了国际黄卡 那因为以后我要入境冰岛 也需要国际黄卡 欸 这个边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国际黄卡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打的疫苗的那个小黄卡呢 他基本上是等于是说是台湾用而已啦 然后出国台湾版 好 那你如果说在这种各国旅游当中的话 你要打这种疫苗的话 像我之前有打过什么 呃 呃脑炎啊 黄热病 黄热病那些的东西的那个接种证明的话是 WHO认可的 他刚好也是黄色 反正就是WHO的小黄卡 那这个东西是你要去指定的医院 然后是设有旅游门诊的医院 来 全台湾应该有32个地方 是 然后奶茶要写个文 那就是这个细节 大家去看文就好了 反正就是要有这个小黄卡 就是要去旅游门诊 好 那这个意思是说呢 并不是你一定要去申请这个东西 只是各国规定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清楚 你去的国家他需要什么东西 对 好 那我就去申请了国际黄卡 然后再来呢 出发前的72个小时 我也去做了PCR 那也是阴性 那我一样把这个证明带着 嗯 你还有啊 你还有医生的施打证明 对 我还有那个英文诊断证明 反正他什么能够申请 什么能够证明 你都签带 你全部都申请了 因为我们两个在讨论说 我们真的很 我们真的很怕你那个 因为任何文件缺乏 然后就被 然后被遣返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隔天就见到你了 哈哈哈 谢谢你哦 哈哈哈 好 OK好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准备好这些资料之后 你在前往机场之前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什么事 目前入境捷克需要填写健康入境表格 那个表格是在捷克的政府的网站上面要填写的 然后 对 捷克卫生网站上 好 那个表格在机场航空公司也会检查 OK好那我所以我就讲了到机场去了之后啊 现在的桃园国际机场呢 是还蛮算有人的耶 因为就跟你讲了 就是新兴学子们要回去学校好好的读书了 因为他们毕竟过了一年爽日 哈哈哈 你是说那个时尚最难的开学这样子 对啊 可是因为其实很多这种国外靠留学生的这种学校 他们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有些财政上面的困难 因为很多学生都会到这种 因为其实各国疫苗也开始施打了 所以其实可以慢慢开放回去就是实体上课这样子 所以呢 在我到机场的时候 因为我的土航的航班是晚上9点55分左右的飞机 是 然后我大概在6点多我就到机场了 6点之前我就到机场了 还好是好早 怎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好因为好我先讲我现在过了6点多看到的状况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飞LR的班机正在check-in 所以呢就是美国 美国线美洲线全副武装的很多 兔宝宝装啊 然后那个什么眼罩啊什么很多 好OK然后到我的土航的那个柜台开柜 大概是5点55分吧 那将近6点的时候啦 那你就是在5点55分之前去机场的啊 你还比那个土航开柜前还早 然后就到机场 对我通常我习惯是这样 因为我并没有化位 所以我就我有化位 我在出发前的24小时我有化位 可以化了是不是 就可以化就24小时前可以化 然后我化位的时候 然后我就因为我提早嘛 所以我就去 在他开柜之前我就去排队 然后我去check-in的时候很好玩喔 那个地勤人员跟我说 你化了这个位置啊 旁边人比较多 我帮你换一个旁边人比较不多的位置 结果旁边有 很可爱啦 旁边没有人吗最后 后来我那一排是没有人啊 他对你人真的很好耶 该不会又被人出来了吧 我不知道 然后他在台湾这边 他检查我的护照 以及入境捷克的健康表格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在出发之前要到捷克的官方网站 然后申请这个东西 对 然后是有QR Code的对不对 对是有QR Code的 然后等一下到入境捷克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那一张指导的有没有用 然后呢 然后结果我就拿到登机证 你知道我拿到登机证的时候 我真的眼眶泛泪 真的是超级激动的 就是我要飞了 终于要飞了 非常非常的激动 哪有我们今年三月才飞过一回合啊 但是不是非常呈现 不是出国啊 就不是离开台湾啊 是是是 对 然后可是其实这时候同时也是紧张的 因为台湾机场 你很熟现在的疫情的防疫状况嘛 但你不知道欧洲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说哦好大家大家所熟知的都是欧洲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我们一定也都是高规格的防疫 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我去到那里要怎么喷怎么走 然后要跟人保持距离 我都SOP演练好了 而且你还 呃我们出发前我还帮你保了那个 那个医疗险 对 是用那个covers 那个covid-19 所以我们该做的准备 反正就安检 然后就出 安检 安检就正常啊 安检一如往常 然后那免税店呢 免税店有的有开有的没开 但是现在台湾国际机场是不可以吃东西的 所以连装水都装不到 然后你只能买贩卖机 对然后你也不能在里面吃东西 就算你去贵宾室 你也只能拿着餐盒上飞机吃 哇好严格 所以你一定要吃饱 所以你在出境前有先去什么汉堡王啊 什么吃完吃吃完一 round再上飞机吗 那个也不能吃啊 啊 就连出境前的也不能吃了 对不对 对 所有机场内的所有餐厅都不能吃 天哪 那这样子成何体统 你要饿到上飞机 我会瘦 我会瘦 OK 然后等到上飞机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就有一些人他准备比较齐全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什么戴面罩啊 戴眼罩就这样而已 然后就登机了 然后登机当然就是我个人比较小心谨慎 我就开始乱喷啊 然后擦擦擦啊这样子 但是只有你在喷 对只有我在喷 然后其他人呢也没有 然后你就会觉得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本来以为空服人员他们会穿比较多 对然后戴手套戴眼罩也没有他们只有戴口罩而已 因为是外籍的嘛 可是我现在bug一点点 倒退一点点 所以其实在在后机室那边也没有什么太 就是跟之前疫情之前都一样啊 都是一模一样 那他登机的时候也不会检查任何东西 没有啊就是检查你的护照跟登机证啊 就这样了 但是呃那你上飞机的时候 土航有没有给你一些防疫用品 ok好来在登机门旁边 登机就是我们检查完证件跟登机证之后 不是要走一条长长的路 然后上飞机 空桥啦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长长的路 空桥啦 三包 然后在那个 在那个门旁边 就是如果是其他航空公司 可能又会放报纸啊 或者是放什么的那一个地方 进入机舱门的那个地方 他们会放耳机跟口罩包 然后那个口罩包还蛮澎湃的这样子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FFP2口罩跟医疗口罩 以及酒精跟酒精湿精 哦 哎蛮齐全的 好 刚刚讲到一个 我觉得蛮齐全的 讲到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决定我们落地之后再讲 什么叫FFP2 ok对 因为那个目前还用 对没错 目前还用不到 嗯 目前还用不到 对啊 那你在登录机 就是机舱之后 进去做定之后 其实 我在帮你画位的时候 其实我有注意到 他们把 我们讲333的位置嘛 他其实都有刻意把中间空下来 对 就是他们其实是有隔一个位置的 333 然后通常 假设是那一个3是满的 也就是坐两个人而已 中间会隔一个位置 就是刻意的保持一个系统上的社交安全距离啦 对 你们专业的用应该就是锁中间那个位置锁起来的嘛 对不对 他不是用锁的我跟你讲 因为锁的话是 那不然他是用什么 他是锁的话会出现另外一个符号 哦 那他不是锁呢 那就是他就那个位置就不卖了 哦 了解 对锁是锁哦 锁的意思是说呢 我可以跟 嗯 督导姐姐 你可以把那个位置放开来给我坐吗 那个叫做锁 哈哈哈 ok 啊那个不瘦的座位是那个 那个督导都没有权限动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航班假设本来是300个位置 他可能只卖150个位置 这样的意思就对了 目前是 看起来是这样 ok 好 那上去也的确是这样啦 那除非你们是一家人坐在一起 因为中间那一排三 我旁边那一排是有坐一家人 那他们是三个人没错 那你可以躺下来吗 我可以啊 哦 躺得很开心 你真的假的 所以你是躺着去那个土耳其的哦 对啊 躺着去土耳其啊 哦 好好哦 那你真的要谢谢那个小姐姐 帮你换位的小姐姐 是哥哥 啊是小哥哥 那好 就是小哥哥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杰西在出发之前有跟我说 嗯 现在台北飞土耳其 就是TK0025 这个航班已经换成七八七之九 对不对 是的 这个七八七要注意 我觉得很好做耶 我真的觉得很好做 因为它的湿度比较高一点啊 然后它窗户也比较大 你拍照也比较好拍 对 对 我交代你玩的窗户 你玩了没 玩了啊 玩了啊 但是它是不玩没啊 这怎么玩 不是都一样 好啦 白天没办法试 真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椅子是舒服的 然后再加上可能很久没有搭长城线飞机 有点兴奋这样 那我觉得很多整个过程都是很开心的 真的哦 有东玩玩西玩玩东拍拍西拍拍 对 但是还是会怕 因为你还是会想说 诶 那去厕所我要不要就是带着酒精去啊 我要不要带着我的那个什么清洁剂去啊 之类的这样子 我跟你讲 他们其实图航对于这个厕所清洁 我刚刚才看的影片 就是今年的标准是 如果是经济舱就是 每一个人出来之后就要消毒一次 然后 是没有一个人啊 大概两个人到三个人 经济舱是五个人 刚刚讲是商务舱 商务舱是每个人 进去就要清一次 经济舱是五个人或每半个小时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让我很安心 因为我离厕所很近 我都有看到他们在喷酒精消毒 而且他们 诶 这个我就要问一下杰西了 他的厕所里面是有蓝光的耶 那个蓝光是消毒灯吗 诶 你有照片可以传给我吗 现在马上看 因为通常 没有 我没有拍到 那应该不是 因为以前 哦 那应该不是 因为我怀疑他那个是不是消毒蓝光 应该不是 原因是因为 任何上飞机的设备 都要经过认证 所以他不可能为了这个搬机 去改东西 改飞机上的任何东西 哦 那就是那个什么厕所里面 本来就有这个光线就对了 因为 787本来就是用很大量的LED 所以他的光线都是偏冷 很冷的那种LED光 灑出来 没有他那个 简直是酒吧的光线 我告诉你 哈哈哈 那就是LED啊 LED打出来就是这种 那个蓝色光 对啊对啊对啊 好了这个 好了那不管了 反正就是我有看到他们 反正我也很快会达到嘛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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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播一下 土航的研发机构 有开发一个厕所用的紫外线消毒灯 因为奶茶没有拍照下来 也没有其他人拍过 而且也没发新闻稿 所以决定派奶茶回城的时候 再确认一次 顺飞啊顺飞 所以其实在整个行程当中 你其实聊一下他的饮食 跟他的飞行娱乐系统如何 全部都正常啊 完全正常 所以走那些热食啊 饮料啊那些 然后有餐后小点心吗 我不知道 后面穷人家经济舱没有 那肚子饿了有三明治 可以去后面拿着吃吗 还是你已经睡醒 对饼干啊三明治啊 果汁饮料你都可以 那他上飞机大干 有乱讲的 他开就是飞机开始起飞之后 大概一个多小时 他就会先上一餐晚餐 因为那个时间9点55分之后 我们算10点55分好了 刚好是土耳其时间的下午 大概5点左右 4点半5点左右 所以那个时候会先吃一顿晚餐 然后吃完一顿晚餐之后 你就可以乖乖睡觉了 那时候我一定睡得着 因为那个吃饱就会很想睡 血糖冲高 你睡醒之后呢 大概会是半夜的土耳其时间的2点多 他会再上一个早餐 所以餐点是正常的 热食是正常的 饮料是正常的 然后你想要有什么 就其实我觉得就是跟疫情以前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不同 只是大家在航班上多了口罩 然后他们对于厕所的消毒会比较多一点点 其他都一样 怎么样787的这个娱乐系统如何 他除了没有很多中文的电影之外 但有中文字幕啦 但我觉得还不错啊 对啊 就是他的他很顺 他的萤幕非常非常顺 当然了 但是我跟你说 我有发现一个问题 他对很多老人家可能是没有办法的 怎么了 因为以前的那个阅读灯啊 然后那个服务灵啊 都是在旁边的按钮 对不对 没错 然后现在啊 787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787啦 但是他这一架新的飞机 全部都在萤幕上面 很多人会找不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为了要省那个 扶手跟扶手中间的这个空间 因为他可以把那个 我猜也是啦 对他把那个扶手中间再多吃个 比如说一公分或两公分 或三公分 而且其实如果你扶手上面多一个按钮 也是一个弓 也是需要钱啊 他就会需要走线嘛 所以其实很多新型座椅的设计 会把所有的东西 包含那个电话 或者是控制杆 都会移动到就是椅背的部分 但是那个 那个很像电话那个操纵杆上面的灯 还是可以按吧 很像电话的操纵杆上面那个灯 还是他连那个都没了 没有啊 他没有 他全部都是全萤幕 所以其实有一个小麻烦是 你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萤幕控制的时候 用触控 对 你前面的人做比较敏感的人 你一直在那里点点点 他会有感觉 哦 所以他之前很像那个电话的那个 就也都没了是不是 没有了 你说那个一条线拉出来的那个对不对 对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七八七这一台是没有的 反正就是跟你讲 这是每一间公司的选配啦 所以就 因为他大概也发现很多人都不会 用他来打电话 OK好 然后呢 你他这个 这一班航班上面是可以买WiFi的 对啊 你为什么没有买吗 你不是说你都会买呢 就要睡觉了 买什么买了不是就浪费吗 我在等你跟我连线 我觉得航班 我觉得这航班的时间其实挺好的 因为他刚好就飞12个小时到达土耳其 就是你在刚好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间 你睡醒了就会抵达欧洲 那因为土耳其他的另外一半算欧洲嘛 你就会抵达欧洲 那你那一段就是好好睡觉 那你刚好白天 白天你可能在台湾忙台湾的事情 然后晚上就是你睡觉的时间 这样子 我觉得挺好的 调时差还蛮方便的 真的 这个航班 好那你抵达了伊斯坦布的新机场之后呢 然后呢 我就想说我下飞机要飞航整个高规格 然后发现进去哪有什么高规格 大家都入场 而且人很多 我觉得你传给我的照片 我会觉得你在那边可能如果带一个什么 那个兔宝宝装 那就是人家会当你笑耶 对 因为根本路上大家只有戴口罩 根本没有什么手套 也没有兔宝宝装 也没有眼罩 然后大家就是只有唯一一个 就是他地上或者是电梯上 都有那个什么维持社交距离的脚印 你不能靠人家太近 然后呢 很多的喷喷 对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地方 这是在台湾机场我比较少看到 可能是我没有特别留意到 他们每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酒精喷 然后旁边会有个垃圾桶 垃圾桶是让你抛气口罩用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 所以其实他们的 如果是以这样子听起来 就是他们的防疫的等级 或者是说他们的防疫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平常心 然后戴口罩 感觉上 对 然后但是你进到机场里面之后 安检也是照常 安检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流程 然后完全没有特别 你也不会觉得说 这些安检人员有穿什么兔宝宝装 防护衣手套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样跟疫情前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进到机场里面以后 你会发现人潮很多 然后旁边的餐厅一样开放给大家吃 可以内用 一样可以吃东西 可以内用 可以内用 然后里面有些人的口罩拿下来也是可以的 但大多数的人都有戴着啦 有隔板吗 我最关心的是隔板 我自己下飞机之前 下飞机之后 我要就是先去洗手 就是我有养成这个洗手的习惯 只要有厕所我会去洗手 洗手台有隔板 厕所的洗手台有隔板 不让你喷喷都来喷去了 对 那除此之外都没有 那这样子 其实真的就是一切照常 我觉得从这里开始 我就有点吓到 怎么大家都这么正常 然后我心里一个疑问 就是难道他们不怕疫情吗 难道他们不怕吗 还是提醒自己多小心啊 可是登机时的时候 他还有在检查任何证件吗 好那就是第二段嘛 因为我的第二段接的比较紧一点 其实只有两个多小时而已 所以我也没有时间逗留太多地方 但我觉得也好 因为转机地本来就人潮多嘛 对 所以我也不希望停留太久 对 然后我就到我的第二段的登机门 然后因为杰西还帮我查了 是C1这样子 就跟你讲C1还不相信 不先走 然后杰西还比那个现场的那个 monitor 还快这样子 就跟你讲我三个系统在查好不好 那是系统真的怪怪 然后我走到 我走到C1的时候啊 然后就排队嘛 不是排队要准备检查证件跟登机吗 对 他就先看了我的台湾护照 然后他还拿起来 因为我们换了新的护照嘛 换了新的台湾护照 然后他还拿起来跟他旁边 对你始作用者 然后他还拿起来跟他旁边的应该是实习生 因为他上面好像有标示他是实习生 就说这个是台湾 对 然后还特别看了一下 对 对 好 然后他就问了 他用嘴巴问了说 你有没有打疫苗 嘴巴问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 对 用嘴巴问 vaccine 然后我就yes 然后就好了 就过了 我们约好 我们不是说约好要那个用那个测试吗 两本小黄卡测试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两本黄卡到底有没有用 好 我们就去往下讲 到底有没有用 在整趟路途中 对 所以这一关没有用到 不知道 第一关没有用到 台湾没有用 普尔其没有用 好 转机也没有用 登机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到 对 他只有问一下 好 然后就上飞机了 这一班应该是全满的吧 超级满 我的天哪 上这一段飞机是从伊斯坦堡 然后飞布拉格 然后是A321的机型 对 大概160个人坐座位 然后是单走道33的位置 然后我还特别 因为我 因为我前一天化位的时候 我关心是有没有参拿 好 等一下嘛 然后我前一天化位的时候 我还想说 我看了一下人有点多 我当时就知道人有点多 我还特别把位置 画到很后面去 那 然后没想到全满 塞满了吧 我觉得搞不好连员工都开始飞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连员工票都开始在飞 就是你如果飞机 就是售票没有售完的话呢 是会开放员工那种免费票 后补 我们讲的乞丐票 然后但是呢 他们必须要在官舱之后 官柜 不是讲官舱 官柜之后 然后就等于是登机前的 40分钟或30分钟 然后现场有多少空位 然后依照你的职级 依照你的那个排序 然后依序排上去 OK 对 所以我到飞机要飞之前 我都不知道 我有沒有位置就对了 如果你是旗开票的话 有可能 真的啊 不然为什么叫旗开票 这一个航班呢 满到连那个行李都没有位置 行李的那个上面 那个行李厂都没有地方放 大家找不到地方放行李 我跟你讲 你们放法就是不对的好不好 一定要立起来放 全部给我躺着放 立起来啊 对啊 可是你知道欧洲人很喜欢带hand carry啊 然后他们的hand carry都 长得骑行怪状的 算了 就算用N3Ame 有新的设计也没办法 好 然后上去之后呢 然后我忽然发现人很多 我忽然才发现人多到是满的 然后他一直在说 Please keep your social distance Keep啥回啦 就已经满成这样子了 你是这样 要去记忆夺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有餐好不好 有一餐早餐 嗯 我记得你是坐靠窗是不是 我是坐靠窗 我都喜欢坐靠窗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你应该是没有起来上厕所了 没有啊 因为两个半小时而已 上什么厕所啦 上啊 我们准则就是 不管怎么办就上就是了 你是前端的尊贵的尊荣的客户 你可以起来上 我们后端的起来上 就是麻烦的旁边的人好不好 就是要麻烦旁边 所以我都是坐走到位啊 而且你要知道 那你干嘛坐我旁边啊 我可以麻烦你 但我不想麻烦别人啊 呃 好我们那个电话挂断 再跟你讲 作为的安排 哈哈哈哈 好啦 好OK 然后呢 因为只有两个半小时 他又要走一个热餐 所以其实是有点赶的 很赶的 因为你看起飞排队 什么阿里布达 大概一个小时就去掉了 然后呢 等于是说 他只有40分钟左右给你吃 差不多 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土航的餐点 真的还算不错 我觉得土航的餐点蛮 因为他毕竟是欧亚交界嘛 所以他的餐食 亚洲人会可以蛮接受他的 对然后再来一个是我觉得土航的餐点 他们光餐盘上面的一些小细心 我觉得就蛮 我是坐经济舱嘛 我觉得连经济舱都有觉得说 其实他们是有花功夫在这件事情上的 譬如说那个主餐盒 那一般的航空公司就是一个餐盒放上去 对不对 是的 但是土航下面多了一个盘子 多了一个小盘子 然后呢 要看航空公司啦 有些会放 对要看航空公司啊 对 对啊然后他的那个刀叉是呃不是塑胶的 金属 但是他的刀叉 对金属 但是很轻的金属 我觉得那个蛮厉害的 嗯 然后他的那个刀叉也有一个小盒子给你放 蛤 你有拍 你有拍起来吧 一包纸包这样 有我有拍起来啊 他不是一包纸然后丢在旁边这样而已 他还有一个小盒子给你放一个 一包纸的话就是一般的做法啊 很粗的啊 居然还有一个专门放那个刀叉的那个位置的盒子 对我觉得他愿意多花一点小心思 然后让你有这样的东西可以放 我觉得是我觉得啦 我当然不知道他什么用意 但是我觉得是细心的 没有土航的空厨师算业界蛮有名的 他们的餐食 哦真的 对 然后也蛮好吃的我觉得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有吃飞机餐了 还是他的餐点真的很好吃 我几乎全部吃完 我几乎全部吃完 那我问你 你有瞄到有空中厨师吗 那个不是在前端才有吗 那你会经过啊 我们这种贫苦人家怎么会有 这样都怎么样好啦 没有啦这个空中厨师也是图航蛮有名的一个服务 但是疫情情节它有中断一阵子 但现在就知道 回程你帮我看一下 那记得帮我要布克牌 什么鬼啦 好啦 这个飞机上基本上就是 从土耳其飞到捷克这一段就 没有什么太大的 对两个半小时 然后其实很快 然后就准备要入境捷克了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好玩的事情来 请讲 布拉格机场其实不大 然后落地之后呢 一样我就先去洗手上厕所 这是我的习惯 我就先把手洗干净 因为你在飞机上总是懂摸西摸嘛 可是我在机场也是懂摸西摸啊 对 但是我觉得疫情期间 大家就养成这个习惯 有水有洗手乳 你就去洗手 所以我跟你说 我位置又压在最后面 我几乎是最后一个下飞机的 那你基本上可以洗完手再下飞机啦 对 但是我也不急啊 因为我早上就是八点半落地 是要去哪里啦 去喝酒啊 喝酒不开始 你真的跑去喝酒啊 好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的就是洗完手 然后就依照那个指示 其实布拉格机场实在太小了 就一条线就走完了这样子 真的假的有那么小啊 很小 真的很小 真的很小 然后我就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就发现在那个移民官检查护照之前呢 多了一长排的桌子 桌子上呢 多了三四台的电脑 跟两台的印表机 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 他们是为了那些没有填写卫生健康表格的人 而设计的 就是你一开始在台湾就要先准备好 然后航空公司会地勤会检查的那一张 有QR Code的那张白纸 对然后他上面填的就是你的个人资料你的护照你的入境日以及你第一个落地的点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子啊 所以还是很多人没填就出发了 对还是很多人没填 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因为是欧盟的人 应该是欧盟嘛 应该是欧盟的人 对啊 因为他们就一张欧盟证嘛 对不对 但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们欧盟的护照或欧盟的那个ID card 对不对 以前是可以直接电子通关 对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 那个电子通关是关起来的 当然啦 他为了要多一个检查跟一个手续 ok好玩的事情就来了 就是入境的时候 人人没有很多 然后但是排队排很久 因为前面每一个人都问很久 然后你都会有一个预期心理完蛋了 这问很久一定很严格 嗯是啊 我在美国被问 就是这种 通常要等到那个膀胱爆炸 就是啊 就是刚好 就是这个国家 他那个入境移民官 他其实会依照当天的情报的状况 决定他的审查的严格程度 比如说今天可能会有人 有些情资 他就可能会 比如说亮红灯 亮黄灯 亮绿灯 怎么鬼的 来继续吧 好然后轮到我的时候啊 然后我就先把我的护照给他 嗯 然后他就看了一下 然后他就问你 他就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我心里想他应该是要问我 就是你有没有这些什么疫苗啊 还是什么PCR阴性啊什么 请问你这时候 只是都一本护照给他而已 是不是 我就给他一本护照 我还很有礼貌跟他说Good morning 好所以这时候他的桌上只有那一本护照 对那一本护照 然后他打开他找了很久 他找了非常非常久 一直在翻 一直在翻 对EGATE又没有那个盖章 所以他又继续找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这护照是新的吗 难怪你那时候提醒我说 那个EGATE要盖章 所以是因为是这样子 OK 对 然后他又说你这本护照是新 我说没有我换护照 所以我就把我的旧护照 准备拿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用手挥挥手说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严格 然后但是看你有备而来 然后又算了 他懒得罐 我觉得啦 我觉得 好然后下一个他就问说 那你有打疫苗吗 嗯 然后我就说有好 然后我就准备把我两本 黄卡都拿出来 我就精彩的时候来了 我很想问他说哪一本可以用 我拿出来的时候只有皮而已 然后他又挥手 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又打就好了 各位朋友 因为奶茶跟我有直播过 所以我知道他是拿怎么样 他就是拿那个那两张小黄卡 然后封面是壳起来 内叶没有秀出来给官员看 所以说他里面就算是我的小黄卡 他也不知道的那个状况 对不对 你拿别人的黄卡 他也不知道 我想 所以他就这样子 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子 就这样 然后继续又问了 那你的健康表格呢 然后我就健康表格 又拿出来 然后OK点头 然后他就放我走了 他根本没有收到我这些东西 健康表格他有没有说一个扫码的动作 没有 根本没有 而且他也没有收走 现在那个健康表格还在我身上 好不好 那真的很那个 是朱志青吗 灰灰衣袖 哈哈哈哈 好 然后我有瞄了一下我隔壁右手跟左手的两个状况 我的左手是一个台湾的男生 然后他只有台湾护照 他只有台湾的护照 他就过去了 他什么都没有被问 PCR也没有问 疫苗也没有问 我的右手是一个应该是欧洲的女生 然后他就被问了PCR的阴性 然后他被卡了很久 所以你说这到底是是不是每一个人不一样 我觉得他 我们其实在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 这个你不要有侥幸的心态 而且这个东西你还是准备齐全了 在过去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 因为现在很多状况都是滚东西检讨 所以你把你所有东西能准备的 比如说我们其实奶茶不用搓鼻子 他也跑去搓鼻子了 对 就是我觉得你把所有的事情准备好 你不要 你不要有侥幸的心态 对 那你就是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 那因为我觉得那些移民官员 他其实是要看你的反应跟神色 然后去决定他要不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查核 对 其实他是在测试你 应该是这样说 他是在测试你 那为什么我会被问那么多 其实也没有很多 但因为我是女生 又是新护照 然后应该有合理的被怀疑 说我会不会被跳鸡啊 或什么的这样子 各位朋友 这个是奶茶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因为他很喜欢试错 因为正常的 哈哈哈 我们之前有讲过 在移民官呐 你最好的状况下 你不要惹他生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要拍照 第三个就是 你所有文件就督上去给他看 给他检查 哦 那因为奶茶想要试试看 他到底在看什么东西 所以他采取了这个 没有我真的只是想要测试 国际黄卡跟小黄卡 到底哪一张他看得懂而已 我怎么知道他都不看 然后他就很 执意的要问我 为什么我的护照是白的 好 所以从头到尾 你的小黄卡都没有被看 没有啊 也没有打开 也没有被看啊 两本小黄卡 医生证明 PC他的证明 整趟旅程都没有人看 从台北到布拉格入境 都没有被看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备好 备好 你本来就应该要准备好 这是你的工作跟你的责任 而且奶茶才说 其实你那个PCR证明 有些国家是要求落地前 就是你抵达当地的 前面的72小时 而不是你起飞时间的72小时 所以其实每个国家 对不是用你的时间算哦 是用他的时间来算哦 所以曾经有一个例子 是有一个女生 他差了一个小时 已经过了 他等于是73个小时了 他就被拒绝了 他那一份文件被拒绝 所以他入境的时候 还要再去做一次 他搞得很麻烦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在整个入境的 整个流程来讲 其实你看起来是蛮顺遂的 你就这样子 我觉得是顺利的啊 对 就进到捷克了 但是我们终于要讲到FFP2了 因为前面都没有用到 因为在机场的时候 你那时候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看 一张海报 就是说进入这个交通设备设施建筑路里面 然后都要用FFP2的这个口罩 对他贴在那个布拉格机场的外面 进入了机场里面 然后都要戴FFP2口罩 我看到现场的人 的确也都是戴FFP2口罩 然后后来我有到中国餐厅去吃饭 我有问了他们一下这个状况 当然我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 但我确认一下 那他们说现在连大众交通工具 就是电车地铁公车 然后进入室内 机场的室内都要戴FFP2 那室内是全部都要戴口罩 但是这些大众交通工具的地方 一定要戴FFP2口罩 科普一下 因为其实FFP2 大家在亚洲可能比较不熟 它其实是欧盟的标准 那如果比较 CE认证的 对对对 那在台湾可能比较接近的是N95 或者N94这个等级中间 反正这是不同国家 不同区域的它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不是亚洲在用的 所以其实你出门的时候 要特别去准备 所以其实奶茶在这一次出门的时候 有特别准备FFP2的口罩 但是目前是只有捷克 知道是捷克吗 跟奥地利 捷克跟奥地利 嗯 他们有要求FFP2的这个规格 但我跟你说哦 嗯 我这几天在捷克这里啊 然后有很多的 因为这边离德国很近 所以有很多的德国游客 德国人也都戴FFP2 就是你在路上台湾的医疗口罩 跟譬如说什么韩国的这种 就是KN94这种口罩 嗯 其实是少的 非常非常少 反而FFP2口罩在这里是非常正常的 诶 呃 你是不是说土航在某一个航段 也有给FFP2的口罩啊 就台湾出发那一段啊 那你应该是说哦 如果你在台湾买不到 其实台湾还是有些管道可以买 比较贵 台湾的管道比较贵 而且你很容易买到 不是欧盟认证的口罩 嗯嗯 所以其实你会建议 除了我们可以在机场的时候 在土航 就台湾出发登机的时候 跟他拿之外 现场买的话 他货量够吗 现在 够 非常够 就是保护公司或者是药局 都会有卖 然后FFP2口罩一个 像我因为我现在在捷克嘛 但我有看了一下价格 大概是20块的捷克克啦 台币是多少 乘以1.3 所以大概25块左右 ok ok 所以真的就是戴起来会比较 没办法呼吸的 所以 他真的比较闷 我觉得他真的比较闷 啊那种过滤比较严谨的 他就一定会比较闷啊 那我其实最后 你已经入境了嘛 我要问你 我们直播过 讨论过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大家都不戴口罩呢 在路上呢 哦对 我们刚刚没讲到这件事情 然后到那个户外的时候 大家都不戴口罩 然后因为我住在景点区嘛 景点区 我现在在 我住在布拉克的旧城广场 C 呃 每天都是游客 嗯 下面是Hooters 就是几乎 哈哈哈 你干嘛跟大家讲 那是Hooters啦 好 那个 几乎 95%以上的人 在户外都没有戴口罩 而且户外的那个 大家不是熟知欧洲街头 有很多人在喝咖啡吗 吃蛋糕吗 这种也都没有隔板 没有戴口罩 非常非常的正常 如果各位想要看影片版 请你到奶茶或杰西的FB 我们找一下直播的影片 上面都直接可以看影片 真的很夸张 而且你像你昨天 夸张 你怎么会用夸张 就是他们真的是正常生活啊 对我们来讲是夸张啊 对 就是你会觉得 哎 你为什么没戴口罩 然后 对啊 你知道那个 我现在出门就觉得奇怪 有时候会觉得 哎 为什么脸上凉凉的 然后结果一到那个大厅门口 少一片 对 少一片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很习惯 你脸上一定要有一片才能出门啊 对 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是欧洲人 他们真的就是 很好玩啊 我这两天有观察 他们只要从室内走到室外 第一个动作 马上就是把口罩拿下来 真的假的 非常非常的习惯 对他们在外面完全是脱口罩的 然后我知道有的人就会问说 那我自己想要戴口罩 我会不会被歧视 也不会 因为路上还是会有人自己戴 哎不是啦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譬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们会戴口罩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就是 可能防护力没那么好 他们还是会戴 对 然后或者是有人比较懒 就戴在嘴巴上 他就不想拿下来了 但是多数的人都是 戴在双下巴上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多数的人出来 就是把口罩拿下来 然后挂在手上 多数的人都是这样 OK 真的很free 我们这一集其实也没有要跟他讲说 我们的结论不是说 这个东西是好或坏 因为每个国家 他都会因为他的整个 比如说疫苗施打状况 他的这个感染的状况 然后去评估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 因为一面是经济的状况 因为你在不开放的话 经济其实会崩盘 典型的状况其实你可以看那个纽约 那我必须说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羡慕他们 就是假设这个疫情是可以控制的状况 我非常非常羡慕他们就是在户外可以不用戴口罩 因为那真的是很舒服的感觉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会怕 嗯 所以还是要戴口罩 我刚刚讲的其实一面是经济嘛 另外一面就是医疗崩溃的部分嘛 所以其实每个国家每个政府都在这两条线当中去排华 对去调整他的平衡 对 因为像很典型的严格索国的策略就是纽西兰 纽西兰的话基本上 你在他的境内是完全正常生活的 他之前有case的时候是直接lockdown的 封城 对对对 直接全部都锁起来也不给外面的人进来这样子 嗯 所以你在捷克看到这个状况 因为第一个他毕竟给了我们疫苗嘛 对 送我们疫苗 然后是为了要谢谢台湾之前有捐了70万片的口罩 可是他好奇问一件事情 当地的朋友知道台湾吗 知道啊 很熟嘞 很熟哦 为什么 这个我倒不知道 可能疫情之前很多人就是本来就有常常在捷克旅行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到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 哦台湾 然后他们就非常 虽然捷克人本来就是扑克脸 但是他们听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是很稀松 平常不会像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这到底是哪里啊 这样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欧洲人很常扑克脸 对 但是其实捷克人是外冷内热的那一种 当然 譬如说像我去超市买东西 他也会就是很主动跟我介绍 然后我们两个比手画脚 就是他讲的我听不懂 我的英文他也听不懂 然后但是他还是很热情的 把所有事情都讲完这样子 只能用心体会的那一种状况 就很可爱啊 就是 譬如说他就 他的那个肢体语言就告诉你 这是我诚心的推荐的那种意思 这样子 很可爱啦 嗯 好啦 其实我们录到这边 其实应该交代都交代 然后基本上 干嘛要交代 可不可以要剪刀 因为你的行李箱里没有交代 这次有没有带 有 没有啦 就是大家想问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奶茶会在捷克工作一阵子 我觉得把第一手的资料带给大家 就是说现在欧洲的现况是这样 那但是因为每一个 就像杰吉刚刚讲的 每一个国家的国情跟他的考量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直接说 欸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 为什么台湾不行 或为什么台湾可以这样 那欧洲不行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绝对标准 那进到这里 疫情还是在 我们自己还是小心 那但是别人要怎么做 他们遵守的规定是当地政府的规定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回来还是要关14天 我希望他可以放宽 内心希望 但是为了 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台湾这个政策 也是为了保护台湾的所有的人民嘛 所以其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想不敢出去的原因 因为回来就是要先关14天嘛 关14天就算了 那一笔费用其实不少 可能就是一趟最便宜的可能一张机票啊 对一张长城票的票价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 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不久的将来 赶快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日子 然后该打疫苗的打疫苗 然后平平安安出门 静静静静回家 对大家也就是保持身心健康 然后你该遵守的卫生守则 该洗手就是要好好洗手 因为我看欧洲街头 他们这样抓东西吃其实我也会怕 他们有在认真洗手吗 有在喷吗 没有 没有 他们没有 真的没有人在喷 那这是跟以前一样啦 对 但他们也没有怕的感觉啊 我觉得 就是人也没在怕 可能真的把他当作是一个感冒了 我希望以后就是大家已经认识他了 然后政府也抓到了面对他的方式的时候 大家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生活 我希望是这样 但是目前看起来可能亚洲地区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我觉得 那欧洲地区他们尝试开放的状况 但他们当地人也有人说 搞不好十月以后就会比较紧缩 因为冬天再加上大交流之后可能也会稍微严重一点 这样那我觉得是看法不同嘛 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人观点看法不同啊 那每一个人就是好好保护自己就好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 那也不要去歧视是不是有人染病了 然后他好像就是十二不赦这样子 我觉得也没有到这么严重 他就是一个疾病 那我们就是保护好自己 把自己的免疫力弄好就好了 嗯嗯嗯 所以要煮鸡汤了吗 可以哦 昨天炖牛肉汤了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啊 如果希望奶茶用镜头带你去哪里逛的话 赶快去奶茶团长的粉丝团敲碗哦 对就是趁我在欧洲的时间 可以给大家一些就是直级的镜头 然后也回味一下 我看了一下很多人就是很久没有出门 或很久没有到欧洲很羡慕 或者是说好期待可以去 你的直播再次冲到高峰你知道吗 哦真的吗 就昨天四百人吧 最高四百人啊 对啊 可能刚好假日吧 对 所以以后都要跳假日吧 嗯 那你不是说大家在看电视吗 就跟你讲不要跟那个玉女打在一起 可是你已经排开了啊 哦OKOK 没有啊那天下大雨啊 所以他比较晚啊 这两天捷克下大雨啊 播的礼拜天晚上九点不要吵王 哈哈哈哈 什么鬼啦 那你不要播我自己播就好了啊 不是玉女啊 靠北啊 俗女啦 哈哈 讲错 都你害的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那就跟大家说拜拜 记得要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做订阅 订阅订阅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我们才能往前冲 那就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向下 什么呀 什么呀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